哎呦 现在物货事件 升息台股又这么难操作 这么难 年底到底有什么股票可以买 你觉得很难 我告诉你 我泄题 我现在拨BB Code 给你 告诉你那个密码是什么 BBBB 喂 有没有看到 23XX10张 是什么意思呢 我跟大家讲啊 现在这个是旧手机的 旧BB Code 手机啊 现在重点是MWC 要耍心机 好不好 这个BB Code 应该是没有人看过 肉侣你有看过吗 我还真的有 你真的有看过 我没看过 我比较年轻 没有 年底很轻 提前泄题 乌二世界延烧 船长寒运 乱世明灯 这些所有的标股你都一定要看喔 欢迎光临 疯狂股市福利社 烂年财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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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哲宜 我是主持人哲哲 嘿 来看一下 哎呦 乌二世界延烧 船长寒运 乱世明灯 这些甘甜股好猛喔 是啊 还有MWC 耍心机 新手机吗 还是新的机会 年底行情提前泄题 告诉你喔 你要感觉年底的标股提前泄题喔 所以我们今天喔 在主请教三位来宾之前喔 先刷心机喔 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标题下得好 因为每次我们什么样都可以把 跟食物联系在一起 真的 还好有说新鸡 这个是那个 新口味的 这叫什么口味 呃 金海派富贵起司机 它是起司吗 肯德基的 它是说它的那个酱里面有海鲜 然后起司的味道 有有有 有喔 新口味 有游泳的感觉 游泳的感觉 嗯 海鲜吗 海鲜 感受到大海的味道喔 小湾大湾是这样 美味吗 我觉得这个酱怪怪的 没有那么搭是不是 嗯 对不对 你吃到群蒙好没有那么搭 嗯 所以我们要问一下三位分析师的感觉 好不好 新鸡 好不好 鸡鼎老师已经开始吃了 合鸡鼎分析师 鸡鼎哥好 我觉得好像有海鲜味 但好像比较偏腻一点点 就不搭 可能甜蜜甜蜜的 对啊 害我都心肌 我都哽舌了 哈哈哈哈 对不对 太有你了 我本来 我本来都讲了很多哽的 欸不错 你知道有变幽默喔 心肌哽舌喔 心肌哽舌 我本来很多哽要讲出来的 吃了下去都没哽了 不要再害我了 好不好 不要害我塞住 你不要乱怪人喔 是不是今天没有哽 今天没有哽 哈哈哈哈 那我们再欢迎第二位 张怡晨分析师 怡晨哥好 大家好 我是怡晨 其实蛮好吃的啦 我觉得蛮好吃的 真的喔 肯德基应该就不会让人家失望这个炸鸡 嗯 所以新鲜人喜欢新口味 好好对 没有错 第三位 来 我们再来 陈维太分析师 维太哥好 他是喜欢吃云子鸡 他现在在吸手指头 是 大家好 嗯 哇 好吃 我觉得有层次感 哦 对嘛 一口咬下去的时候 有那个海鲜的味道跑出来 对 然后呢 之后就那个 传统炸鸡的辣味就出来了 哇塞 很有可能性的香味 一层又包着一层 是 然后你就要怎么感觉 可以讲没关系 还有起司的味道 就是这样啊 有游就对啦 哈哈哈哈 所以现在有两个人在双游 那这什么啊 这个是他的那个 心想派对分享盘 这还好 有洋葱圈的样子 嗯 还有地瓜球 对啊 我觉得好吃是云子鸡嘛 我去小时候的时候 我妈跟我讲说 我小时候都喜欢吃手指头 嗯 然后吃到七岁才不吃 然后再换云子鸡给你吃 对 哈哈哈哈 没有 可是我是遇到看到有手指头流血就不吃了 哦 小时候回忆 我不知道为什么 真的喜欢吃手指头 好 好 可能很爱吃吧 好 来 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个阶段 好 福利色先解盘 好 福利色先解盘 来 今天跌10点 可是外资其实动作平平哦 大家跟我讲为什么 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 再来上柜指数也是小跌 跌0.26点 是 登登登登 来 跌这0.26点 所以 这怎么看 上柜指数就是差一点点没什么动 对 可是货柜三雄好像有人在动哦 有参容哦 为什么 再问一下这些来宾好不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 来 三大宝买卖操 买卖操 卖操112亿 头信已经连15买了哦 登登登登 连15买嘛 对不对 那意思有什么看法 头信连15买 对 累积374亿 对 上礼拜我跟大家报告 连14天354亿嘛 现在又增加20亿之多嘛 就是将近20亿 374亿 我觉得这个头信还会持续买 然后再回看贵买的话 我觉得 因为价钱指数离18619点 其实相当近 但是贵买来讲的话更落后 所以我觉得贵买会不会有这种 落后之后会补涨更强的行情 其实是可以去期待 落后之后更强的 补涨行情 好不好 就跟大家讲 好 跟大家讲是看一下 19.9亿好不好 外资卖超100亿而已 所以我们顺便看一下下一个来 近5日买卖超 近5日买卖超 外资是卖超33亿 外资完全没有方向性 可投信真的买很多 感觉定时定额已经成为王道了 不然不会这样子 谢谢 维才卓怎么笑了一下 王道 定时定额 对啊 没错啊 现在很多的一个投资人 最近都开始 开始重新去投入 那个所谓投信基金的一个 这个行列 所以他们收到越来越多的一个 投资人资金之后就要去 按照他们当时给投资人承诺 去进行买股票的动作 我感觉维太兄 其实你也蛮认识一些 投信基金经营人这方面 他们这样满手都现金 怎么会这样子 第一个 因为市场上的确是 的确是太热了 太热了 第二个就是说 其实根据我的统计 在以去年的获利数字来看 现在的一个股价 殖利率超过5%以上了 可能都超过500党以上 外资人很多 有 三分之一哦 对 哇塞 真的 我知道8%以上的大概 七八十党 五六十党有问题 有 8%大概五六十党 5%大概500多党 所以其实在这样子行情之下 我们预期就算指数不上去 个股也非常有机会做表现 是 那么今天盘是有点非常重要 跟大家做分享 好 就今天其实 电子加金融的成交比重 两者加起来没有超过50% 对 换句话说 有很大的一个资金流到什么 传产主股身上 是 从上礼拜开始什么 什么传产里面的航运 然后今天的钢铁 对 之前的硕货等等的 所以接下来很有可能就是用肋骨轮动的方式 把这个盘来去做个撑住 好 好 肋骨轮动 肋骨轮动 哇 居然500党 从未到1700党嘛 对不对 是 1760 所以1760党里面分支500党 都快接近三分之一了 对 这很夸张的比例 难怪台股跌不下去 你看美国股市 应该都快变空头了 是 美国股市离熊市大概只差3-4%而已 是 结果台湾股市看起来还是多头排列 哇 真的厉害 就是因为高值率的股票 好我们来看一下 好 下一个 哇 二乌震波 冲击六大市场 感觉歌山打牛 是 全球市场都有打到 这两个市场 好来看一下翻打 再次贵市 贵市 黄金受贿 然后黄金是受贿的 股物小卖 行情抗涨 天然气 石油 避险企业将受贿 货险企业将受贿 然后货率看跌 照正这样讲 我也可以这样讲 我可以 我可以美元指出 美元指出 你讲货率里面 我可以讲那个比特币 也可以受影响 反正我可以 我可以摆出十大市场 其实现在全部市场 都联动性的 是啊 这跟大家讲 反正就很多市场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Intel 新PC 处理器大单 排机箭紧握在手 紧握在手 听说这个制程 它伺服器的这个 这个制程稍微慢一点点 Intel 所以它盘后 公告的时候盘后大跌 可是问题是 我们要看到就是说 反而是PC这一块 它的进度是没有延后的 Intel 的这个 相关的法说报告 相关的这个预期 其实告诉你说 这个其实 PC这个晶片 是没有延后的 所以这个 我觉得这方面 可能先看它 PC这方面 有没有食言而肥 不然就变成说 Intel 是牙膏残 这个很夸张 Intel 是牙膏残 一点点挤 一点点挤牙膏 你知道吗 有些人牙膏很省 很省 很省一点点还在挤 有过这种人 你知道吗 有啊 我就会这样啊 那你会买个挤的器 不会 我会自己挤 我会很规律的把它这样卷到边边 对啊 吉鼎有笑耶 吉鼎你是这种人吗 你还是这样 你受不了这种人 没有没有 我觉得他好贤慧 他很贤慧 对不对 对我常常看到他 都会 买一些家具 家具家电 然后 就感觉很爱干净的感觉 对 你们两个所谓的花钱买家电 是PS5吧 买到没 买不到 买不到 肉也很嫌慰 对对对 说什么显卡 怎么样 还是买不到 所以肉也是会把它挤到最后的 我们看法 好 那很好 好 来 iPhone 14代工台链 极退红链 是 这算好消息 这算好消息啊 不是说红台不行吗 也没有吗 那会不会哪天红台又起来呢 好不好 力讯不是说很厉害吗 好 力讯是无源高阶机种嘛 对 对 之前不是伟串啊 相关的想要 想要击退红海 到最后也没有嘛 是不是 溯和这些也没有嘛 是不是 那 来看那 合硕啊 合硕 合硕 是合硕嘛 对不对 讲错话 对 合硕跟伟串 之前想要 想要击败那个 想要击败红海 也没有啊 所以 这种问题就是 如果你没有办法处理到高阶订单的话 你没有接到高阶订单的话 你毛利率会有问题 嗯 到最后可能就不想接了 嗯 这跟大家 像伟串 你就 就逐渐的退出那个苹果手机市场 因为有这个问题 毛利率还是很重要 好 来 好 工商团体见小英 谈缺电困境 哇 谈缺电困境 嗯 今年说缺电 缺电缺人 是 科技业现在也缺人了 是 这跟大缺电缺人 这是很重要的议题 所以开放 开放 开放 也很重要 我确认这就很重要 这个郭台铭 董事长说今年是一定缺电的 不用怀疑啦 对对对 他直接这样讲啦 好 台股 双多 互体 比喻 FAD 还有俄乌的怡云 你看一下 你要切题告诉你 对啊 中大型企业公布财报嘛 还有鼓励政策 我会鼓励政策才是重点 好不好 哦 我记得接下来 三四月份 我们要做一个鼓励政策的 那个节目哦 应该要这样子 因为到时候公布 应该是一公告 然后就拉起来 对 甚至有 整整我觉得很有可能是 还没公告之前先拉一波 嗯 先知道哪些公司 发放鼓励 嗯 要开始准备发放鼓励 因为发放鼓励的日子都差不多 是 总是会宣告 发放鼓励 有些是有机可循啊 有些都有机可循 好不好 所以我觉得这是接下来的题材 好 我们来看看 下一个 再来看 今日我最贴 六档股票 怎么 我想问一下 先问一下 姬挺胸 是 元泰跟 光阳科 我以为你会想要选一下 长龙涵 对啊 没关系 你等一下可以 那你多讲一档好了 好不好 好 元泰的部分 其实我讲了很久了 那他就是电子标签的那个概念股嘛 对不对 那疫情的带动之下 其实各卖场啊 都慢慢的导入自动化 所以元泰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在NMACIA纳入权重股以后啊 在本月25号要生效 而且他一月营收真的表现的非常好 一月营收表现的多好 他是在创历史的次高 也是在创那个同期的新高 那我觉得他的营收持续向上 那新的产能呢 又逐渐的开出 预计啊 今年年底啊 逐渐开出之后 今年年底啊 他的产能会比去年啊 增加1.5倍 然后会比 那个明年的话 他会比就是去年来讲 会增加4倍 既然产能持续开出的话 营收就会持续的向上 那我们可以看到 股价部分 他在140块左右 出现了一个蛮明显的支撑哦 已经打两只脚 有点W底的味道 那这两天呢 随着台股的向上 台股都有利空不跌的情况之下 他本身其实也没什么跌 那我认为啊 这几天蛮有机会会突破150块 那突破150块的话 就是站稳月线 站稳月线的话 短线上来讲 是蛮有机会持续向上发动的 那另外一档啊 光阳科的部分 光阳科的部分 因为大家最近都很担心 俄罗斯跟乌克兰会打起来嘛 对 那我觉得大家就可以去思考一下 哎 有没有什么股票是打或不打 都会涨的 那我想很久 我就想到这一档叫做光阳科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想想看哦 如果说呢 俄罗斯跟乌克兰话打起来 哎有什么利多 就是贵金属会涨价嘛 那贵金属会涨价的话 光阳科他本身就是做贵金属把财的 那他那个公司里头有很多的贵金属啊 黄金的库存 那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危机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黄金啊 他其实是瞧瞧的都涨起来了 所以呢 黄金向上 那光阳科的营收获利就有跟着机会向上 所以呢 我觉得光阳科打起来是受贿的 那不打呢 不打那半导体上游的那个原物料 不就不缺了吗 前一阵子不是才说 俄罗斯跟乌克兰打起来的话 会影响到半导体的供应 因为他会有上游的一些关键原因 几乎都集中在俄罗斯跟乌克兰 那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不打 那半导体就不会缺料 不会断货 那台积电的部分 就会继续的就是供货正常 那光阳科的话 他已经打入了台积电的供应链 把财的供应链 所以我认为打货不打 光阳科都受贿 那我们可以看到股价部分 今天呢 一红吃掉所有的黑棒 今天表现是蛮强势 而且下面是有带量的 那我觉得这几天 如果都能站在52块之上 我觉得短线上来讲 有机会持续挑战 就是近期的高点 大概在58块左右 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 好 那个还有关阳科 那个董监士的一个争议 感觉最近好像 结束了嘛 好就是要落幕了嘛 对 那也跟大家讲 那等一下 常常还来一起问好了 是 这元泰也要补述一下 然后礼拜五嘛 要是MSCI生效嘛 对不对 对 25号 通常前两天 外资会大幅度买超 但是股价不一定会 股价不知道怎么波动 直到礼拜五周围盘会大幅度波动 那我们看一下 博智跟蓝帽 博智 你蛮看好的 依神 嗯 博智的话在过年特别节目 就跟大家分享到 那我觉得还是一个不错的标的 因为这个投信持续买超 那一月的营收 延续12月的动能 再创一个这个历史新高 那我觉得这个 因为博智它是PCB大厂 它是国内可以少数 提供这个多样化 主机版的一个 一个 一个厂商 所以 它可以享受比较高的毛利 跟平均价格也会比同业高 所以看到下面如果放投信的话 投信从1月以来的话 是不断的在这个进场 那 我们都知道投信已经连15买了 所以目前首选的话 我认为 跟着这个投信走 应该是不会错 所以 也可以看到什么 这股价拉回月线 就是一个波段整理 可以分批进场的好买点 那现在今天啊 这个股价一度 在盘中 供高来到198.5元 离这个前高201元 就 只差不到3块 所以 这周还是有机会去做表现 那博智的话就是这个受惠 这个 上次有分享过这个MWC 这个主机板也是 伺服器也是 所以 博智在这个 筹码面有投信在护盘 那在这个题材面 有这个伺服器在往上 在今年在放量往上供的话 我觉得都还是不错的一个 一档股票 好 这是博智 那第二档股票是这个南茂 那记忆体上周涨不停 那其实 今天有一些记忆体 虽然涨多拉回 但是南茂 今天还是往上继续走高的 所以 南茂这个做这个记忆体封测的 在这个 2月24号 这个礼拜四的时候 会召开法硕会 那去年的营收啊 虽然这个年增 但是还是 去年年增 然后一样创历史新高 但是什么 这个本益比啊 不到8倍 这个 去年可以赚7元 所以换算的本益比不到8倍 然后也像刚刚维泰兄的讲的 他换算的殖利率啊 可以高达5%以上 也是在那500档之内 所以首选的高殖利率概念股 我觉得南茂 不管在题材在殖利率 然后以及在这个 这个筹码面 还是相当不错的一个首选标的 是 好 这难冒 好 也是一人推荐的 博士蛮看好 蛮看好一阵子的 博士现金还不错 来 我们来问一下 虹硕跟残龙钢 我也是残龙杭 来 他拿真多名字 好 最近其实盘面上面 他开始反映一些就是 基本面不错的公司 那像是3092的一个虹硕 他最主要是在做限财 限速的一个公司 如果大家可能对他不太了解的话 没关系你可以拿他跟茂莲相比较 他们就是类似同样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公司 那他们在最近呢 我们看到他在切入了就是美国 特斯拉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电动车的一个 供应铃组件 所以股价最近是往上去做一个走高 然后很巧的就是 当红硕往上做走高的时候 茂莲就往下掉下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有点就是此消彼长的概念 那么一月份营收呢这个红硕是创下历史新高 所以我觉得在接下来 以他目前的一个股价位界来相比较的话 事实上他未来应该都还有蛮不错的一个期待 再来第二个是长龙钢的部分 长龙钢基本上就如同他的名字一样 他是属于钢材相关的一个公司 那么最主要搭上就是基础建设的一个题材 还有就是在这个台湾的中南部的一些 所谓的厂办的一个需求的题材 那除了这个本业持续看好之外另外来讲 因为他们属于集团股 所以他要转投资长龙海运跟长龙行 那大家都看得到长龙海运从去年到今年 长龙行从去年到今年都是呈现的很明显 获利大成长的情况 所以还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转投资的收益存在在后面 好那长龙钢已经蛮看好的 钢铁今天大概整个族群都在动 都在动 好不好 我们先问两个问题好了 等一下再问大家最后说看好什么股票 先问两个问题就是钢铁骨今天长真的还是长假的 长真的和圈 长假的和叉 觉得后续还会再长的吗 然后不想要举的 应该三个都是男生吧 应该不会不举吧 想要不想举可以中逼 真的吗 听一听Eason马上改 真男人 可以煮蜻蜓 那转来转去 好啦 男人没有什么面子最重要 这就是长真的喔 钢铁骨也就是长真的 还会再长就对是不是 我觉得蛮有机会最近航运类股也起来嘛 让我就想起来4到7月份 去年4到7月份 哪一波有没有 钢铁航运 所以呢今天有特别 等一下会跟大家介绍 也许塑化也有机会啊 所以我觉得相关类股 其实营收获利都还在高档 所以本益比也相对来讲是比较低 就中甘的线席蛮漂亮的啦 就是去年4月有没有 这一波 谢谢你 我也是讲到重点了 那时候也是散装开始在风涨的时候 我们直接看4月好不好 直接看4月 它放大 4月看到 哇 中甘是这种展法 我们看到 25块可以涨到快50块 可以涨快一倍 那时候没有天亮 很多 中甘怎么这样涨 受不了 涨40几块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现在多少钱 来 就从来 看到现在 现在36元 36块 整理慢慢 哇 如果就现行算突破第一根 是 所以大家觉得涨真的 Eason 来 好 我曾经在这个网络上看到一个这个梗图 他说他要做一个分散投资 他买长龙 长龙行 长龙钢 跟长龙运输 龙运嘛 他就做这个分散投资 不错不错 所以他每一个长龙他都他都占到 但是其实认真来看他搞不好这个策略是可行的 是对的 搞不好是可行的 因为其实长龙它是跨足这些传染事业 对啊 你可以看到这个长龙行 这个开始拉回之后 长龙钢就慢慢起来了 是 所以这个这个看起来算 虽然是个笑话 但是搞不好是真的可以获利的 不错不错不错 如果你喜欢做传场 就长龙集团这三团股票 长龙 是 四党 长龙嘛 长龙行 长龙钢 荣运 荣运 荣运也可以 对对对对 荣运一起来 是 来来来 四团股票 好 那韦泰老师 好 我也认为钢铁股是涨真的 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在我刚刚所说的这个 预估值率5%以上的公司里面 事实上钢铁股占很多 钢铁股这边其实也太跌不太下去的感觉 了解 好 今天也不错 资历率高 今天资历率很高 干铁股也资历率很高 好不好 也有平均有 4%到5% 有吗 有 有 有些有嘛 有些股票也有 好 这很大 干铁股是涨真的 那第二个呢 长龙是涨真的吗 长龙 阳明 万海 货柜 三雄 货柜嘛 长龙位收藏到最高 三位真男人 好 来 中立老师 好 好 来来 先问一下 基鼎老师 我觉得长龙行跟 长龙啦 长龙的话我可以看到 其实从上礼拜开始 资金已经悄悄的进出 就是航运类股 其实航运类股 真的 我觉得有点太委屈啊 我们发现长龙的部分 其实它的营收是在创历史新高的 历史新高 去年第三季赚15块 那乘以4是多少 60 EPS是60 那我们保守一点 50块好不好 50块的话 你去看它股价才147 147的话50块 本益比才2倍多本益比 然后再加上最近其实要升息嘛 升息的话 你看赚那么多 总是该发多一点点了吧 对不对 那所以我觉得今年啊 他们的配息有机会 会炒出一个新的一个 高配息的一个题材 带动股价向上涨 我觉得这是蛮有机会的 好 这个资历怎么样 应该要10几分次才对好不好 来 中立 我觉得中立 因为礼拜五就有分析过嘛 目前上涨 涨是涨真的 但是它涨的原因可能是这个轲空力道 还有这个当冲客 那个冲完这个长龙航之后 现在转到这个海运上面 所以涨的运速可不可以延续下去 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看重的 那目前这个疫情 欧洲都不戴这个口罩了嘛 所以有可能这个疫情会慢慢过去 好 不戴口罩以后你就缺工 会不会比较解决 好 维泰老师 简短的说一下为什么 很简单啊 有量有价嘛 有人愿意做追价 那就是长真的 今天量还蛮多的 你站起来也没错 好 谢谢老师 好 那你们 选出你们心目中最看好的六档酒票 六选一 我们先前几点老师 袁泰 袁泰后来因为讲很久了 好 Eason应该是博智 博智 815博智 好 维泰老师 参农钢 是博智 博智 哎不错 你看 Eason马上一战 对 四十五则为俊杰 好好好 谢谢博智 谢谢老师 好 那我们再进到下一个 财经大头条 我们请欺联老师 二物世间延烧啊 船长运 乱世民等 刚才已经有跟大家问他说 钢铁骨 含银骨是战争来讲的 马西老师你再深度探讨一下 刚刚其实早上就有传出消息啊 那个拜登啊 经过了那个法国的总统 马克宏的牵线之后 已经跟普丁 T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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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K了 那TOK之后 其实道琼 期货指数已经涨了快要300点了 所以我觉得 二物的利空事件会慢慢慢慢的淡化 那这个事件淡化的状况之下 还是有一些船长跟航运类股 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钢铁跟航运走势都很强嘛 所以我们来探讨一下 二物事件到底后续会怎么发展 二物事件呢 它的冲突导火线是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以大方向 我跟大家形容一下 那在欧洲那边有一个组织叫做NATO 它就是北约组织嘛 那北约组织当初就是因为 就是为了要抗俄罗斯啊 就是抗俄罗斯啊 就是 兴起了一个组织 它包含了什么美国啊 法国啊 那德国这些欧洲的大国啊 都是在里面的 那当初就是为了要怕什么 俄罗斯入侵欧洲 所以美国主导了这个北约组织 那那个北约组织呢 因为现在乌克兰的总统 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喜剧演员嘛 对不对 喜剧演员他跟那个欧洲那边比较好 所以呢他跟欧洲那边比较好 他很希望说乌克兰能 能加入北约组织 那可是问题就在这里了 欧洲那边跟俄罗斯的中间 就是乌克兰嘛 一个缓冲地带 那缓冲地带就没有缓冲啊 所以普丁就很担心 所以他就觉得 如果说乌克兰啊 他加入北约的话 对他来讲 对国家来讲的安全是有疑虑的 所以这个大方向来讲 他们就就开始就是炒起来嘛 所以普丁就很想要就把他打下来 就干脆你说不要缓冲 那干脆我把他吃掉 再加上俄罗斯其实有很多人是 其实是蛮支持 对不起讲错了 应该说乌克兰那边其实有很多人 就是人种跟那个俄罗斯是一样 他们其实是支持俄罗斯的 所以这样的关系 东部那边 对俄东那边 乌东那边 就是比较偏向亲俄的 对 所以呢现在来讲呢 我觉得 那他们的导火线就大概是那样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长期的因素的话 其实就是大家讲的嘛 你看我们导播帮我们画的 乌克兰跟俄罗斯的关系啊 日记密切 普丁就有点担心了 那在短期的因素大概 其实我觉得有点 我觉得普丁也是蛮厉害的 他就是觉得美国啊 从那个阿富汗撤军之后啊 美国已经开始气势很弱了 他根本就觉得美国根本不会管 就算我真的要打下来 你根本就不会出军啊 对不对 他就是觉得美国不可能出军啊 再加上德国总理换人啊 有个空窗旗啊 所以他就觉得 这样的状况之下 他要表现得更强势 好 再来呢我们可以看到 刚也跟大家讲大方向了嘛 所以普丁认为啊 乌克兰跟俄罗斯是同一个民族的啊 希望干脆收复就好 之前也有克里米亚直接公投投过 就变成俄罗斯了嘛 对不对 好那这件事情呢 为什么这么受到关注啊 其实又俄罗斯跟欧洲那边有很密切的一些 比如说像天然气啊 能源这些的关系 所以呢真的是剪不断理还乱 所以呢我们就看一下下一张的部分 到底有多理乱 好再来第一个我们先看到天然气的状况 欧洲有35%的天然气都要依赖俄罗斯啊 最近不是有一个管线就是那个 那个什么北溪二号 对不对 他就是一个管线从俄罗斯签一个管 要送到德国 那时候在那个川普的任内的时候 不是还很希望说 啊我就要制裁你制裁你 结果现在也是一样让他继续盖嘛 所以你会发现 现在天气又很冷 大家这两天有没有在家觉得好冷啊 真的好想说 欧洲更冷啊 那更冷的话他们需要更多的天然气 很少二月还这么冷 昨天真的冷到受不了 昨天冷到好像那种 日本那种冬天的感觉 比零度还冷 因为又湿又冷 对啊 那除了天然气之外 俄罗斯还是全球一个很重要的 那个油价的输出国 所以说如果说 俄罗斯那边跟沃克兰打起来的话 原油价格有可能会涨到什么 每桶150啊 那不是吓死了 那对全球经济成长率 全球经济成长率有可能会怎样 衰退0.9%啊 那同膨会加剧一倍到7.2 对 先喊再说嘛 就好像普丁一样 先喊要打再说 你石油价格也会增加 买替代商品嘛 买不到天然气 买到天然气就买原油嘛 还有美国的夜盐油 对啊 夜盐油现在又不开采 对 拜登又不开采 对啊 那这样子通膨越来越 问题越来越高的话 那大家想到 是不是有可能会加剧升息 加剧升息就恐怖了 恐怖了 好所以呢 这个就是大家很担心的原因 再来就是 全球有粮食的问题 对 俄罗斯是全球最大的一个小麦输出国啊 那乌克兰是什么 世界第三大的玉米输出国 还有什么 第四大的小麦输出国啊 所以如果双方冲突增高 我们现在很多那个便当店都涨价了 是啊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再涨下去 那薪水又很难涨 那通膨加剧的话 那又生息又隐隐作痛了 对不对 好 再来就是金属嘛 刚刚有跟大家讲过说 俄罗斯跟乌克兰有一些 就是半导体上游的金属 那靶金的市场有可能会受到影响 那半导体断链 对不对 你看一下俄罗斯啊 占全球供应把金 40% 全球40% 你看影响有多大 那当然最后还是一样油价嘛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看下一张 到底影响有多大 你看一下 欧洲有多依赖俄罗斯 对不对 你看2020年欧洲 从那个 那个俄罗斯进口的原油 有29 29%是俄罗斯 50%还其他 但是29%算是很多 单一国家 单一国家算很多了 这50%应该是中东 对不对 那中东所有国家加起来 那有没有一个比俄罗斯更大的 我看是没有 再看到天然气的部分 更多啊 因为俄罗斯加白洛俄罗斯等于同一国了 对啊 33% 对啊 在天然气的部分 俄罗斯跟白洛俄罗斯加起来就是33% 然后他在乌克兰吃掉了 5成 欧洲人好冷哦 对不起天然气到了晚凌晨2点要关起来哦 真的欧洲真的很冷 对啊 所以他们现在都很需要天然气去帮他们做一些就是 生热的一些器材嘛 对啊 好所以你看欧洲有多依赖俄罗斯 所以如果俄罗斯跟乌克兰打起来的话 对全球的一些原物料供给影响有多大 你必须这个表我还不知道 5成啦 大家可以就是很清楚的知道 从这张这两张图表就可以知道了 好再看下一张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的粮食 煤矿出口 那黑海 你看一下啊 如果黑海演习 那俄罗斯就是封锁了 就是在演习啊 你看一下 小麦的期货价格 诶震荡震荡走高 对不对 那煤矿还有原油价格也是持续向上涨 对不对 就是小麦的价格 持续向上涨 然后煤矿价格 原油跟煤矿价格 有啦 你刚才给我看到那个天然气要占5成 我觉得真的有吓到了啦 那油价格真的有可能因为它涨嘛 对啊 好所以原物料的价格有可能会因此的大涨 刚刚也跟大家讲的蠻看 乌克兰的部分2021年出口了 1.05亿的 什么 干散货 对不对 小麦占了10% 全球第五 玉米 10% 对不对 好在二和四的部分 有没有 一样哦 小麦 20% 全球第一大出口国 对不对 好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的状况之下原物料可能都会上涨 所以带动 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盘势上 有没有 航运类股 原物料相关类股都在涨了 好我们看一下 下一张的部分 所以升息待会 简短说一下 你在怎么看那个升息 然后升息后 长期来讲是要看升息嘛是不是 对长期来看还是看升息 但是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讲 一过去四五年来的 四五十年来的历史经验来看 其实啊在升息时间啊 股票还是会向上涨的 大家真的不要太担心 只是在升息之前 因为市场有那个预期 所以震荡波动会比较大 好我们来看一下 2027 我看不太懂 过去来讲了 在FED启动升息跟前跟后啊 台股跟美股最大的涨跌幅 因为第一次我们可以看到 94年的时候 二月升息嘛 那时候台股就24% 前后啊 最大最大的跌幅是24% 但是标普500只有9% 那达克是14% 那时候可能还没有观察到备犯了 大家那时候投资还没有那么厉害 好再来 我们看99年的时候呢 台股最多最多跌22% 可是99年我觉得也不是太公平啊 因为那个时候有打抗泡沫啊 对啊 所以呢 那时候其实全球股市都是走势 走的比较弱的 好再来04年是在那个升息的时候 我们知道 真的崩盘是到什么时候 08年嘛 08年那时候才升 就是崩盘的嘛 所以04年那时候波动比较大之后 后续还是向上涨 所以升息前都会跌就对了 震荡 都会震荡 不要讲那么可怕 好不好 好好震荡震荡好不好 那如果这以外怎么办啊 那升息完以后就比较OK了 我们来看一下重点 重点 这边重点 你看一下跌幅比较多在哪里 纳斯达克 科技类股嘛 最近跌19% 费半跌23% 可是相对来讲 标普500跌幅是不是相对来讲比较小 也就是说呢 科技类股跌是跌的是比较大 那相对来讲 传产一些其他类股呢 跌幅是没那么大 所以才会带动标普500指数 跌幅没有那么大嘛 好 所以呢也就是说 现在都在杀什么 科技类股 因为科技类股过去来讲 涨太多了 殖利率都比较低 好 殖利率比较低的话 大概在升息这个情况之下呢 他就比较 好 就是 所以要选殖利率高的股票 但这次我们台股没怎么跌 跟之前相比 刚刚那张表达 因为台股的话 殖利率相对来讲 跟美股比起来就是比较高 之前每次有跌 这次都没有跌 打破魔咒了 对啊 所以要选殖利率高的股票是不是 哪些股票 所以这些股票的殖利率比较高 我们可以看到 帮大家整理一下 大概就是最近原物料类股啊 殖利率比较高的 包含大成钢啊 亚聚啊 你看一下 有7% 预估有7% 四维航有6% 长龙 13% 所以这几个类股 这几档类股又是原物料 你会发现 营收获利都维持在高档 那殖利率本一笔相对都漂亮 我觉得大家可以持续观察 第一档大成钢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 204跟乌克兰冲突嘛 所以在这种就是相关的 那个金属 有人说重建后的需求啦 重建后的 那也是需求啊 制作人讲 我说有道理有道理 干嘛 制作人说 重建后 不就有道理啊 战后重建 有点第一 市场都超前部署 是啊 重建后需求嘛 老朋友这个需要啦 好大成钢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你看我们直接看 就是技术面的话 其实突破了50块的一个整数关卡 突破50块整数关卡之后呢 就占上了52.5 对不对 今天的话也没有收下来 对不对 维持在相对的高档 我觉得这个突破 是突破的蛮漂亮的 而且今天有带量 好所以呢 我觉得 未来几天呢 都能站在52块附近的话 后续都有机会持续的向上 再看看下一档的部分 亚俊为什么特别挑一个亚俊 因为原油如果只要向上涨的话 因为我们总部的每次都 讲说已经涨很多的 哦 你在讲不错哦 不要说我们都是看墙说墙嘛 对啊 早一档就是还没涨的 谢谢你哦 EPS预估4块钱啊 那本益比不到10倍嘛 对啊 本益比低嘛 然后殖利率相对来讲 刚也给大家看了 相对来讲是比较高 你看打底打很久 有36块 哦就在那边附近 正正正正正 而且呢 我们看到季线月线 都已经持平了 准备要站上所有的均线了 所以呢 我觉得37块附近呢 如果说最近都在这边附近震荡的话 我觉得 大家如果说你想要逢低不绝的话 我觉得亚俊是可以考虑的 好 好 在下一档的话 你知道四维行的部分 因为最近不是航运类股全部 几乎都可以说是全涨啊 今天只有长荣行 还有华航表现的比较弱 但是我觉得也不用太 货柜这方面啦 对 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其实旅行社都还在涨嘛 所以国际旅游这个题材还没有结束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机会 那另外呢 航运类股的其他部分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四维行的部分最近啊 年后啊 他的那个日租金啊 有反弹的情况哦 他日租金反弹10%到30% 也就是说日租金反弹 就会带动他营收向上 我觉得这一波 有可能是涨真的就是这个状况 大家可以看到 股价的部分 已经站上所有的均线了 对不对 今天在45块 整数关卡附近震荡一下 震荡如果不跌 还能站在月线直上的话 我觉得还是蛮有机会 持续向上跌高的 好 长松的部分哦 那就厉害了 长松真的很强 我觉得 上次我们跟大家讲 那个航运类股 是不是诈骗集船了 对 那一个专题 那时候我就跟大家讲说 我觉得长松阳明万海 震荡走高的几率比较高 那如果你要复制去年4到7月份的走势的话 我觉得他只要突破什么 150 突破150 好 突破150 因为就所有的压力线就站上去了 很多人都说突破150 会不会突破150 玩你然后又下来 玩我再下来 我很怕 你干嘛一直笑 我也还笑 你就玩他 对啊 很多人就说要突破150 差很多啊 因为突破150的话 其实就是所有的压力都站上去 至少没有关系 市场信心会回来 被玩也没关系嘛 就会回来 也不会像这样 回来就这样笑我开心 就被玩也没关系嘛 反正被玩就被玩嘛 这个人在江湖哪有被 没有被玩过 是不是 我觉得突破150 就蛮有机会持续向上 我觉得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你看到哪一档 我们整体会想一下 苍龙 苍龙 好 Eason呢 这个钢铁好了 因为相对比较不受这个疫情影响 那也让有机会 硬汉就选钢铁 钢铁 四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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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为什么 现在铁矿铲报价在低档 未来铁矿铲随时一个消息反弹 基本上都对散传海运会有帮助 铁矿铲嘛 也是也是也是重建题材 重建 我讲 我本150我不相信 我看你那个做那个表 150 是不是有机会 140是没有问题的 原用价格100是没有问题的 好 谢谢老师 好谢谢 接下来是 股市甜甜圈圈 焦点股帮你圈 我们请Eason老师 来请Eason老师来 耍心机 MWC 刚刚那个话题其实我觉得 可以 给大家一个预告 搞不好会实现 因为如果马克宏真的调停成功 这个诺贝和平奖 会不会得主就是他呢 哦 那不错哦 对 感觉非常机会 这个2008年 感觉他想要单 对2009年 这个欧巴马也曾经得过这个诺贝和平奖 谢谢 对 好 回到这个月底 重大话题就是什么 MWC 刷新机 好 一样就帮大家介绍 那首先先来介绍 什么是MWC 所以下单字卡什么 MWC是什么 那 其实就是什么 说写Mobile World Congress 就是说这个世界移动通讯大会 那通常是每一年 或者是两年就会举办 好 但是在去年的时候 这个欧洲疫情很严重 所以去年2月的时候 原本是要举办 但延到这个6月 但就小规模举办 参展的这个厂商就没有这么多 那今年就如期的在这个2月举办 那算是有一些这个厂商都陆续回来 对 那主要主办方就是这个 GSMA 对 所以这个也是相当这个 历史悠久的大会 这个在CES过后 其实最重要是什么 就是MWC 没有错 好 那下一张 那目前啊 这个今年的这个MWC 会举办 有台湾餐长的这些 这个公司行号 什么 宏达店 研华 联发科 钟磊 郑文 核心控 现在是在哪边办 在西班牙的巴塞隆纳 对 通常都会在那边办 这个是网络的演讲还是说 这个是会过去的 嗯 没有错 过去这么多了 对对对 相当多 所以会看到什么 这个 右边这个表格就帮你整理了 联发科 这个宏达店核心控 对 这些就是会在那边参展的 那 分别代表什么 联发科当然就是5G晶片 然后手机与宇宙红达店 说红达店这个董事长 这个王雪红在2019年参加这个MWC的时候 就曾经有发表过这个演讲 在讲这个沉浸室的 这个体验啊 所以可以看到什么 2021年的这个元宇宙啊 在这个 这个 第三季第四季就开始爆发 所以MWC有一些什么 是在未来的题材 有机会 在那边做点火 所以看到这些 其实都是相关很重要的一些厂商啊 在那边做All-Rain 那All-Rain是什么 就是说在这个 5G的这网路协地里面 他什么 Open Radio Asses Network 所以在过去的这种 这种通讯的这个架构来讲的话 是受到这个Nokia的这个旧式的这种架构之下 但是现在是什么 是用All-Rain 就是说他是Open的 包括连Google还有重大这些这个美国电信业 全球电信业都在这个Open的这个架构里面 去做这个5G网路的这个使用 所以看到这个 左边那边 所以他预估什么 全球5G的这个网路啊 在这个2025年的时候 就可以达到什么 三分之一的覆盖 包括目前现在的这个台湾 5G 其实才刚刚开始上路而已 使用的人还没有这么多 那苹果也是刚刚发表这个第一 第一代嘛 可以支援5G的这个 这个手机吗 Eason我可以做个市场调查吗 诶 这边有用5G的 可以举手一下吗 哦 只有Roy哦 Roy不是说是好媳妇吗 钱都挖在不一样的地方啊 Roy 挤牙膏 挤牙膏 你挤牙膏把他挤出来了 挤出真相了 挤出5G 我的5G的钱就从挤牙膏来的 Roy Roy吓到了 奇怪 那是只有我吗 只有你啊 Roy需要直播吗 因为我的心态就是 我手机都已经到5G的手机了 我真的网路也应该要升级会比较好 我只想打是这样 他又有除了好媳妇的血统 他还有科技 科技宅男的血统 科技宅男 对 我的PS5 科技宅男的血统 所以他又觉得这个一定要5G才利害 对 所以现场五位的时候 Roy有用这个5G哦 生透率只有百分之二十 只有百分之二十啊 有百分之三三 对你讲的好 对 所以这个5G 5G真的是一个爆发性的题材 是 相关的规模都可以去看 好 前代市场 对 没有错 那下一页 那这一次MWC的重点 就可以找出相关的概念股 好 他其实讲了很多 但是其实我 我直接就下一个结论就是什么 未来MWC啊 未来这个科技的发展 一定是走到无线越来越多 所以Wi-Fi6相关的东西 包括5G这个讯号就是来支援 这个物体跟物体结合 然后零延迟的这种通讯的概念 所以无线 对 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些 不管是这个蓝牙也好 无线的东西越来越多 所以 重点是什么 是连结这些无线东西起来的 这个物联网 对 还有云端计算 行动经统这些 元宇宙也是 真的 好 哇 好多哦 下一页 对 来看一下5G是什么 刚刚有讲到5G嘛 还是帮大家科普一下 5G是什么 就是第五代的这个通讯系统 对 那我们目前 对主流都是4G嘛 对 那简单来说4G的话 这边有帮大家做个测试吗 1Gb不是短片的啦 1Gb的这个图片啦 对 下载时间 1Gb短片了 这个清晰度很恐怖 对下载时间什么 缩短到2 2分钟 在4G下面的话 4G1Gb可以2分钟 对 但是在5G的话 1秒钟 肉依有感觉到吗 下载那么快吗 有感吗 会啊会啊 真的有感吗 对 就每次用电脑在觉得Wi-Fi不是很顺的时候换5G就会突然跑很快 这是真的啦 电脑 所以你会用你的手机去 有时候也会连 你会连你的手机 用笔电连你的手机 好你继续说来 肉依是在抱怨公司网路太慢了 不是喔 这1TB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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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TB耶 所以他自己升级5G嘛 1TB耶 公司外败好慢 肉依带 升级是1TB 在咖啡店 咖啡店 在咖啡店 满头大汗 我会错意 只是人很多而已 只是人很多 我会错意 好主要是什么 下载速度很快 好我们可以看到右边的 我帮助大家总结 其实这个5G啊 不只是下载速度之外 因为下载速度只是它其中一个优点 重点是它我刚刚讲的物联网的连结 才是主要的变革 因为未来这个无人的驾驶车嘛 就是这个 这个智慧车 还有什么工厂 这个机器人跟机器人之间的 这种生产过程 也需要物联网去做结合 所以鸿海才会 这么早在这个 无人驾驶车会 对 然后智慧程式啊 智慧医疗 商业无人机等 都需要一些零延迟 然后有精密传输 还有一些加密技术 在5G里面做整 5G最主要就是自动驾驶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的话就是之前这个福西社 我帮大家整理 一样在整理是什么 这个IOV 就是Internet of Vehicle 就是说这个 这个每一个vehicle 就是这个车啊 都有什么 都有这个互联网去做结合 对 所以蜂巢是车联网 大家可以知道蜂巢是什么 它是一个多边形嘛 那假设车是一个多边形的话 它其实什么 它可以接收到它附近所有的资讯 那就用这个 车子也是 对 也是一个网路 没有错 所以当有一个车子 它收到一些资讯之后 它就可以 传给它后面 附近的一些资讯 所以在 由这样的方式再传导出去 其实是很快的 我懂的意思了 对 蜂巢式的 有时候你出车祸 有时候不是你前面突然骑行刹车 而是你前面的前面 对 那你说前面前面如果突然刹车 它可能会传讯息 到后面去了 对 那你后面就可以自动驾驶了 对 就可以做一些预警了 对 你的车子可能就会帮你做一些减速 或者是防 就是防煞 这样很棒 对 所以这个概念其实 大家想这个概念其实会怎么 会觉得它是耗时很长 其实不是 它可能是一瞬间的事 所以它可能就是会保护到 这个使用者 对 然后第二个是什么 这个DSRC 这个概念其实在1992年就已经提出过了 好 所以它其实是走狠性 它主要就是用来说 它在捕捉高速移动物体 可以透过这种DSRC的架构 去帮你捕捉信息 好 这个最明显的翻例 或者说最贴近我们生活其实是什么 就是ETC 哦 ETC 我相信这个 这可能20年前 大家很难想像说 诶 其实是不需要收费站 对 对 那现在什么 ETC现在已经非常普及了 对 高速的车子通过那个装置 它其实就帮你捕捉到 诶 你这台车的这个信息 它就帮你做这个扣款 或者说 就记下你的这个 的这个路程 就帮你做这个 好 但是嘛 ETC它是单向的去做读写 对 未来的话 如果这个在大规模去扩展的话 其实就变成什么 双向 车子跟车子间在沟通 哦 对 那旧护车来的时候全部就可以让到了 也是 也是 也可以啊 对 好 那当然 这边帮大家细讲一些东西 好 这个V2V啊 就是什么 vehicle to vehicle 就是车子跟车子之间 对 好 然后这个V2N就是 vehicle to network 就是说这个连线 到网路 对 还有这个V2I 这I就是infrastructure 就是基础设施 哦 就什么红绿灯啊 也可以哦 然后速线啊 对 它就会帮你预警 或者是告诉你说 欸这边其实你不能开太快 你的上限搞不好就会 在未来啊 这些车子搞不好就会 直接帮你降速嘛 你就会什么 不会有这个 这个超速红单啊 这不错 我现在站着啊 我速线60公里啊 我就调69 这对整个应该很有用 就不会很久 ACC是在控制 然后就可以发呆 对 还有V2P P就是pedestrian 就是这个路人 用路人啊 万一路人在一个死角里面 欸他其实不知道 不管是小孩子也好 或是大人 他如果突然冲出来 欸车子也会接收到他的讯息 在未来是很有可能的 所以在这些架构来讲的话 就会看到左边那个表格 就是驾驶反正就比较安全 对 它不是个面向而已 三宝三宝 对 它其实就变成你每一个 三宝 都是一个可以用自动驾驶 感觉路里开车才能遇到三宝感觉 是不是 我被三宝撞过 你被三宝撞过 对啊 所以未来的话 可以用这个架构的话 去实现科技生活 好 那这些有什么可以注意的主题 我们赶快说一下 好 我们就直接用这个 这个供应链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是 PCV周边啊 网通概念啊 IC设计散热 大家都可以去看 看一下 看股票好不好 直接帮大家讲股票 对 那其实博智 这个我之前就有分享过 那一样是PCV相关的 金像电同样有收费 因为它是全球伺服器 最大的供应商 那我们在讲这个MWC 5G 这概念啊 是相当广的 包括云端 包括伺服器 都是有机会收费 所以这个金像电 它在伺服器版 还有网通版的这个产品组合 各占它50%跟20% 那今年的话 上半年还会再开出新产能 那去年这个 有跟大家讲过吗 伺服器因为这个缺料 受到这个延后的影响 但是今年就是好转 加上英特尔还有这个超微 就没那么缺了 对 英特尔还有超微有要推出这个新的 这个伺服器的平台 所以有机会受到激励 那英特尔又延后嘛 对 所以看到什么 下面法人就是这个 投信加这个 这个外资 有买盘的话股价就往上了 然后目前也是沿着这个月线往上 所以金像电还有博智都相当有机会 好 来看一下 加两正文 好正文的话 它就是个网通设备 可以看到它主要的动能就是 它拿到这个美系客户的 这个光纤订单 是 今年的规模跟营收都有机会 受到这个刺激 还有什么 5G还有WiFi6 相关等产品 对不对 这个今年订单是乐观的 好 那目前第一季来讲的话 1月营收虽然没有到很好 对1月减 但是第一季的营收还是有期望 跟这个去年同期啊 好 所以今年的话 另外还有一个议题什么 小金基 它这个正基啊 6546 刚通过什么 上柜通关 对 也是一个 额外的观察指标 所以正文 这些股票都可以看 感觉现行不错 对下面的话 外资昨幕比较深 所以外资连续买钞 股价也是连续收吾 这是外资买的股票 外资跟银行股 对对 我们来看下一档 好3380明泰 那1月营收的话 虽然是衰退 去年营收的话 虽然是衰退年减的 但是什么 它在盐控成本下 毛利率竟然是好转的 所以去年前三季 也是食品的 所以它虽然营收下降 但是它的这个获利啊 甚至是 对啊 维持跟前年一样的水准 毛利率好转 所以它等待的是什么 这个去年缺料的影响 把今年啊 对 都延到今年 所以今年是相当有 如果今年营收能 持续的正成长 那这个毛利就不得了了 对 所以EPS可以更好表现了 或者说 回到前年的一个水准 那就不错了 这更大 对 刚刚讲那些物联网 车联网 还有什么 低轨道卫星也是嘛 所以这个欧盟啊 在最新上礼拜二宣布啊 将赤字60亿欧元 打造欧洲的这个低轨道卫星 好 全球第二大的生产商OneWeb 就是什么 就是明泰的 这个 明泰是它的供应链之一 所以就 有可能在同步 搭档这个低轨道卫星的商机 好 最后来看一下技嘉 技嘉也是 这个伺服器相关嘛 板卡相关 都有机会全面这个受惠上扬 那目前啊 一样 这个去年因为物流挑战 对 然后还有加上投信再买 目前的股价也是在这个月季线附近 有机会什么 指纹就向上 好 这是技嘉老师 市场股票你学哪一档 我们简单 我选这个 有机会再去网上涨的明泰 我选技嘉 我觉得郑文现行也不错 对都不错 我觉得郑文的技术现行蛮强的 最近都要突破向上 好 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了一下 来 回泰兄 好回泰老师 技嘉 好 因为资历率很高 哦资历率很高 然后网通族群 其实我观察去年的获利数字 没有这么好 是啊 所以虽然说前景很好 但是我会比较建议大家 在他的去年财报公告完之后 在逢低做布局 利空不迭嘛 好 那我知道谢谢老师 今天节目真的很精彩 一定要订阅我们频道 而且开启小铃铛 每周一到周五 晚间八点上线 一三五解盘 二四交通学 最后喊一下口号 谢光临疯狂股市福利社 让你的财富free free free 报告葡萄长 音到两人 食到两人 好 音到味道 没有味道啊 哎 这什么东西 走转可以退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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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突然 每一分来集 都这么帅 旁边啊 不是 不是 我跟妳讲 她不是八爪 стать 要那么的 可以 cand 假的 我 真假的 卡 你 你再看一下 欸 看到了 保住我們每天晚上晚間班 所以說大家要跟我們說 這就是還是什麼啊 好 謝謝狂凜瘋狂股是福利 你最後才講一句話 你的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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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